最近大概是因为 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被炸毁的缘故 普丁日前对乌克兰 十来个城市进行飞弹攻击 造成不少平民的死伤 就连位于首都基辅的 这个三星 韩国这个三星电子办公大楼 还有柏林驻基辅的这个领事馆 都被波及了 那无独有偶的 白俄罗斯也同时宣布 要与俄罗斯联合部署军队 警告乌克兰不要 侵犯白俄罗斯的领土 虽然说 普丁这次是 我们可以说它这个是一个反击的过程 那它更是呛呛说 它要做出更严厉的一个回击 但我们如果从 就军事来论军事来看的话 以一个军事的角度来说 目前普丁回击的力道 事实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的军力 一切没有战争初期来的资源丰沛 毕竟在战争初期的时候 普丁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其他各大的乌克兰的城市 都进行了很严厉的一个导弹的攻击 但是这一次它的反制 事实上也就丢了差不多70几枚的飞弹 那以这样的数字来做比较的话 它其实这次的反击所使用的飞弹 并不算多 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台俄罗斯这次的角局 除了是要向国际喊话 就是栽赃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领土 但这里面当然是众说分语 毕竟现阶段碰到的问题也是 在俄罗斯抢走克里米亚之后 所盖的这种俄国连接克里米亚 是个大桥 可是严格来说 克里米亚在2014年之前 本来就是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说你要说 这一次的对于克里米亚大桥的攻击 是一种入侵俄罗斯领土的攻击 我觉得大多数的国家 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看的 所以说白俄罗斯现在去宣称说 克里米亚大桥受到攻击 是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 那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我们看到 这次白俄罗斯会需要 比较名正言顺 或者是比较官方式的站出来 跟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 可能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为了要延续 这一次的战事 他可能需要白俄罗斯的协助 才有办法去 在尤其是我们所谓的 一个后勤的补给 还有一个共同防备的 这些任务上面 做一些协助 那当然我觉得 这么一系列的一个事件 跟着下来 我们甚至也看到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巴夫罗夫 在昨天的时候 他也表示了 事实上 虽然说 美国没有派兵 参与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 但从他的角度来看 美国事实上 已经参与的乌俄冲突 很长一段时间 这蛮有趣的 也就是 虽然说美国并没有直接派兵 但是美国一切提供了 好几百亿的 这样的一个军事援助给乌克兰 那不管 而且尤其是在 不管是针对 所谓的寡头精英 或者是俄罗斯的经济 上面都有所的制裁 这也不只是美国 事实上大多数的欧盟国家 以及美国的盟友 都有做类似的一个事情 所以如果俄罗斯已经认定了 美国事实上已经参与了 这场护俄战争 但是俄罗斯对美国 并没有发动这样的 严厉的一个回击 而且甚至拉夫罗夫更表示 他强调俄罗斯愿意 跟西方就乌克兰的问题 进行对话 他也不会排斥 美俄两国的元首 在11月20号 这个G20的峰会期间 有见面的一个机会 那这种种的迹象 其实都显示了 普丁先阶段来讲 他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的招数 那甚至是跟所谓的西方事件 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和谈 当然这里面也不能完全不包括乌克兰 但是如果双方能找到一个 彼此都能接受的空间的话 或许他也希望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可以对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的说服 来让这场战争慢慢的消停 那这种种的迹象 当然也显示了 这次战争或许不一定会真的继续延续下去 也有结束的可能 当然现阶段来讲最核心的要件是 如何让普丁找到一个可以安全下装的机会 那只是就即便西方世界愿意跟乌克兰联手 去找到让俄罗斯安全下装的一个可能性 但这样的一个安全下装 以现在这个战事的推移 其实你要说让 就按照现阶段的状态好了 我们说让俄罗斯继续保有克里米亚 或者是让俄罗斯在乌东这四个 刚刚宣布要加入俄罗斯领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从乌克兰身上割离出去 我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都比较难以接受 毕竟现在的气势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的 所以和谈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去让俄罗斯去取得这样的一个战果 我觉得乌克兰不愿意接受之外 同时间美国或者是西欧国家 也可能想要趁这个机会 就有点像是趁你病要你命 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去刺激俄罗斯 让这个普与丁为首 这个俄罗斯独裁政权有倒台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从这样的中观来看 虽然说我们看到一些比较良性的迹象 可是彼此之间是不是在和谈的桌子桌上面 能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一个条件 可能性或许还是没有那么高的 那当然如果这样的一个和谈 没有一个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结果的话 普丁接下来能做的 可能就除了化雄气之外 就只剩下所谓的核子攻击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核子攻击 会更进一步去刺激西方国家 采取更强烈的一个反制 那这个时候普丁不要说 他没有一个台阶可以下台的 他甚至是可能我们之前看到 像前任CIA的director 他说我们有可能要采取什么的斩首行动 这样的一个牌 都会拿到台面上做更细部的讨论 所以这关于这场战事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一个结束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但是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很多不同的一个可能性 能够慢慢的出现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